那第一個當然就是圖形畫這部分 這個其實是怎麼做的 其實非常簡單 我大概改了幾個地方而已 不需要特別去 第一個這個地方radio 比如說這一塊 我把它delete就掉好了 假設原來是沒有 那我們這個地方要怎麼快速產生 其實你可以藉由什麼 第一個先看到你的那個content下面這邊 或者是游標放這邊也可以 反正就在content的下方這邊 那我的習慣是直接用什麼 用那個先找到游標先放 放這邊好了 放content enter一下好了 這個段落好了 ok 然後呢接下來用什麼 用那個特別是JQuery Mobile 我是覺得JQuery裡面把它包進來 真的還蠻方便的 因為不然的話 網路上都是要自己打 像那個Division School 反正它會給你 可是你還是要複製貼上 貼上還是有蠻多地方要改 那圖形化的好處是說 它有點像 一二三就完成了 你就是照步驟 可是如果你即便複製貼上 你還是有的地方還是漏改 那就會非常的 我覺得還是沒有那麼方便 那怎麼做 一單選怎麼做 一切到這個JQuery Mobile 面板應該各位找得到 二的話呢找到單選 單選的話呢是 Option 核選 應該是這一個 核選 不要選錯了 OK 點下去 它會跟著一樣 應該是 不是TrackBot 應該是這個 應該是Radio 選項 那這個地方都不要改 那你要水平的或垂直的 那你可以自己選 那我用預設就好了 OK 有幾個按鈕 三個 三個 那名稱的話呢 我們把它改成Gues 所以這邊的話 你把它打一下 Gues 我用這個名稱按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基本上 它會給我們 這樣的程式嘛 那其實呢 我只有改幾個地方 其他都不要改 首先第一個 你看得到的 怎麼呢 選項 有沒有 這個應該什麼 石頭 或者改這邊好了 所以插入之後的話 先改外觀好了 外觀的話 比較 比較重要 石頭 然後這邊的話是 移到這邊 這邊是剪刀 布 OK 好 這邊又會動 第一個啦 反正就改外觀 第二個的話呢 改什麼呢 特別是它的 這個ID不改 Name的話 因為它每個都一樣 所以一定都Gues了 再來的話就是 特別注意喔 它的Value Value部分呢 預設是空的 裡面沒東西 但是我們希望怎麼樣 當我選的石頭 那你給我什麼 1 如果你 假設你是選的剪刀 那給我2 因為我的陣列位置 所以這個就配合陣列的位置 123 好 那還有什麼呢 基本上這樣就改完了 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後呢 那最後可能多做一個動作 就是呢 那個選項喔 這跳掉 特別注意 就是預設的值 預設值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那個 預設值的部分 改石頭 如果預設的部分 那選完這些之後的話 我們基本上呢 我們需要的結果 也就做出來了 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這樣的結果 所以基本上 我大概就是改了 預設名稱 Value加上去 後面這個石頭剪刀布 再來最後是check的 就是已經點選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已經點選的話 這個點石頭有沒有 把它改成 乙和選 其實你可以不需要 假如說你 不打程式的話 直接就點這邊就好了 因為它圖形化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比你自己打字來得快 這個點下去的話 它自動會幫你在後面加一個check的 表示預設值 那這樣的做完之後 其實你程式都寫完了啦 單選就這麼簡單 沒有別的 你再來就測試一下 看看好不好OK 如果OK的話呢 那表示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基本上呢 這些程式嘛 不是自己打的 我剛剛 除了說呢 這個圖之外 下方有沒有 也幫各位把那個程式 給加上去了 所以其實加上去就是這一段 那它加上去的話 基本上就是 自動幫我加這一段 所以我把那個 乾脆幫你把他們字 填一下顏色 所以特別之后 剛剛就是 感受一下 乾脆把那個 有變動的 就是 name的部分 然後value checked 這個有變動 其他都沒變動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你看到那個程式嘛 它不是 不是用打的啦 啊 在網路上面 當然都是提供給你啊 變你要自己再 了解一下 裡面的結構 但是如果你 希望 有一些懶人的方法 上面其實就可以 在Dreamweaver裡面 也有圖形化工具 我覺得那圖形化工具做的 至少比你 重新把這些程式打過 拿得簡單太多了 而且比較不容易做錯